赵传深圳开唱被粉丝逗到哭笑不得 旋风音乐提供 记者王星渝台北报道 歌手赵传昨晚在深圳举办时空回旋演唱会 连续嗨唱三小时 最后唱到安克区给所有知道我名字的人时 眼泪整个炸开 让全场粉丝同声安慰 不过为了听到招台区 粉丝每听完一首歌就大喊 小小鸟也让赵传哭笑不得 赵传在演唱会上一连唱了 我很愁可是我很温柔 我终于失去了你 男孩看见也没归 爱要怎么说出口 当初应该爱你 心动的感觉等经典歌 不过粉丝似乎太心急 从第一首歌开唱后 就疯狂敲碗大喊 小小鸟让赵传忍不住笑喊 我的老天鹅啊 还要粉丝多点耐心 照着安排好的歌单来 赵传也透露年底将推出新专辑 一切都正在准备中 放话要歌迷好好期待 赵传深圳台唱 被粉丝逗到哭笑不得 顺风音乐提供 赵传深圳台唱 被粉丝逗到哭笑不得 顺风音乐提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